好了, 師兄 接著試試你這個 就是這個 南乳粗齋 粗齋… 南乳粗齋 為什麼是南乳粗齋呢? 我們改個名字 這個叫南乳幼齋 從我們開始 這些齋齋全都是幼 幼齋, 不是粗齋 實在是幼的 因為很幼細 沒錯 這麼大的菜 成齋 成齋 要多少 要多少 因為今天我們人少 我們只要尾 是 因為尾巴比較容易炆得軟 我們來洗一下 好, 拿給我 先開這個爐子 好, 加少許油 既然師弟洗了這些菜 就倒下去了, 是嗎 這個時間在繞這個的時候 我們要準備南乳粗齋 南乳粗齋 我覺得南乳多一點 濃味比較好 多一點 為什麼會用南乳 不用普通的腐乳呢? 南乳和腐乳幾乎兩樣 對 腐乳是用來送粥 還有炒冬菜 然後我們把南乳 加在中間 盡量硬溶一點 這樣不要太結了 加少許水 炆軟的菜會比較好 蓋上蓋子 這個時候準備其他配料 例如冬菇, 我們不要太大塊 這麼大塊很難吃 切一半 切得太幼 切得太幼又不好 這個不是要冬菇絲 用來煮其他菜 這個始終都是… 冬菇也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主角 反而是, 切一點 切一點, 一半 跟冬菇一樣大小 這個時間就把這些放下去了 這個粉紅色也很漂亮 很漂亮, 對 所以我也喜歡吃南乳 你不說不知道 原來我老婆吃南乳齋 入了我們泥家才第一次吃 你真的不知道 她一輩子沒吃過南乳 以前是吃過西山 幸好認識過我 原來他們家裡不吃南乳 他們只用蠔油 和小粥一起炆 糖煮一點… 還有吊起味道 下糖這東西很有趣, 你知道嗎 很多菜你不下糖 原來真的吊不起它的鮮味 真的嗎 真的很好 好, 試試味 真的… 很美味到你不熟 對 差不多了 粉絲也要給他一點時間 煮一下 沒錯, 你看到水差不多收乾了 真的整個齋, 南乳 對 腐竹, 菜都沒有齊齊 全都倒了 我現在解釋什麼是粗齋 原來粗齋 以前贏了下架的食材 最出來的齋叫粗齋 為什麼? 我這個齋比較中庭 中上 中上 真的嗎 真的嗎